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节债务资本成本的估计 先来看债务资本成本的概念 首先把握住债务筹资特征 这些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 首先说到债务筹资 它当然得还本复息 而且还本复息 大家知道是由债务契约或者债务合同 事先约定好的这个合同义务 由此也就决定了债务利息是什么呢 它是合同约定的一种承诺收益 并且债券人对债务本金和利息的这种请求权 当然要优先于股东的鼓励 再有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既然我们说债务利息是合同约定的承诺收益 这也决定了债务人他是无权获得高于合同规定利息之外的任何收益 或等于他的承诺收益 什么意思呢 如果公司对债务不构成违约 就履行这份合同义务 对吧 给债务人呢 按合同约定的数额呢 去足额还本复息 那在这种情况下 债务人的期望收益就等于承诺收益 但如果公司对债务违约了 说把这个钱我还不上了 对吧 那债务人期望收益呢 就会小于承诺收益了吧 这个观念要明确 公司对债务有违约的可能性 导致期望收益小于或等于承诺收益 那么以上这丧特征不难发现 就决定了债务人投资风险 是小于股东的投资风险吧 咱下面说了 既然债务人投资风险小于股东 也就会导致债务人要求的报酬率呢 同样小于股东要求报酬率 由此也决定了 债务的资本成本呢 低于权益资本成本 当然大家应该想到了 导致债务成本低于权益成本的理由 还有一个没错 就是债务的利息呢 是能够抵税的 这条别忘了 好 我们再来看债务资本成本的区分 这是历年考试考的相对比较多的知识 大家呢 一定要把观念明确下来 首先 要区分历史成本与未来成本 这道好区分 当然是未来 介入的新债务的成本 与投资决策 和企业家评估 是相关的 因为决策是面向未来的嘛 而现有债务的历史成本 作为沉默成本 当然与决策无关 其次 就是要区分承诺收益 与期望收益 二者的关系 咱下面已经明确了 由于本息偿还 是合同义务 但公司或多或少 总是有违约的可能性 导致怎么样呢 债券的期望收益 注意这个关系 是小于或等于 承诺收益的 以及 既然公司有可能对债务构成违约 所以 在不考虑筹资费用的情况下 不难理解 债务的真实成本 不应当是那个承诺收益 因为公司可以违约啊 债务的真实成本 应该是债权人的期望收益 注意理论上 应当以债权人的期望收益率 作为债务的真实成本 但在实误当中 往往就把债务的承诺收益率 作为债务成本了 这样做的理由 一方面 绝大多数公司 对债务构成违约的可能性 确实比较小 再者 估计违约风险 对债券人收益 继而对债务成本影响 确实也比较困难 那所以说 就简化起见了 把这个债务的承诺收益率 作为债务成本 而大家知道 既然真实的债务成本呢 是债券人的期望收益率 而债券期望收益率呢 是小于或等于 承诺收益率的 因此明确 把债务的承诺收益 作为债务成本 会导致债务成本呢 被高股 对吧 而且 在事物当中 某些特殊情况下 还真的 就得用这个 债券人的期望收益率 作为债务成本 而不能用这个 承诺收益 什么情况呢 如果筹刀公司 处于财务困境 或者财务困境 或者财务困境 比如说 公司发行的这个债券 被评级为是垃圾债券 什么叫垃圾债券呢 不说这个债券是垃圾 是说它很可能变成垃圾 意思就是 它的违约风险很高 好 那既然违约风险很高 我们就不能忽视 违约风险 对债券收益 继而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得明确区分 承诺收益和期望收益 换句话说 对于垃圾债券来讲 你就不能用承诺收益 作为债务成本 必须用那个期望收益 再往就是要区分 长期债务资本成本 和短期债务资本成本 那明确这么个观念 由于我们确定这个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 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用于资本预算 什么是资本预算呢 资本预算也叫做 长期投资决策 那显然它主要设计 是长期债务对吧 长期决策嘛 因此通常也就只考虑 长期债务 而忽略各种短期债务 但有一种情况比较例外 要记住考试考过的 如果公司使用短期筹资 但不断续约 就好比说公司就找一行 借一年期的贷款 一年后到期 公司肯定不还 再续借一年 如此呢逐年往前滚动 这就是使用短期筹资 不断续约 而大家马上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在资产贩表上 这个借款呢 被列示为是短期借款 流动负债 但其实 它本质上应当是个长期债务 因为公司呢 要长期使用这笔资金嘛 所以说它才会 不断的续借续约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进行投资项目资本预算的时候 需要估计债务资本成本 那下列说法当中 正确是哪一个 A 如果公司有上市债券 可以使用债券的承诺收益 作为债务的资本成本 这个说法应当是不合适的 对吧 应当使用债券的期望收益 大家可能有点好奇 或者抬杠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数当中 往往用承诺收益率 作为这个债务成本吧 所以选项A 应该也说得过去吧 但别忘了 这是个单选题啊 一会儿你会看到 另外一个选项 应当比选项A 更加符合正确答案的标准 B 如果公司资本结构不变 债务资本成本 是现有债务的历史成本 这个明显不对 对吧 但下面谈到 与决策相关的 必须是未来介入 新债务的成本 对吧 而现有债务的历史成本呢 作为成本成本 它是与决策无关的 C 即使公司通过不断续约 短债长用 债务资本成本呢 也只是长期债务成本 明显 不正确 对吧 但刚刚谈到 使用短期收资 并不断续约 失职是一种长期债务 D 如果公司发行垃圾债券 债务资本成本呢 应当是考虑 违约可能之后的 期望收益 正确吧 但像刚刚强调 如果筹资公司 处于操控困境 或者操控不佳 比如 发行债券是 拉债券 那就得区分 承诺收益 跟期望收益 好 那这是单选题 如果A和D摆在一块 你觉得都合适 你只能选一个呀 那当然D更合适 对吧 所以说D的表述正确 A呢应当认为它表述不正确 本期答案应当是选项D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的估计 注意关键词 税前 意思就是 我们接下来 估计债务资本成本的时候呢 先不考虑利息抵税的因素 好 我们首先来讨论 不考虑发行费用的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的估计 我们一共会讲到四种方法 注意 这四种方法 在应用的时候 应当说是有先后顺序的 有点注意 他们的适用条件 首先呢 是到期收益率法 是什么情况呢 公司目前有上市的长期债券 那大家还记得 在不考虑所得税 也不考虑交易费用等因素情况下 会有公司的税前资本成本 等于投资人的税前的必要保存率 并且在这里 我们假设市场有效 投资人的税前必要保存率 就相当是投资人的税前期望保存率 好 你把这个观念 用在这个不考虑发行费用的税前 债务资本成本的估计方面 那么就会有 债券的税前资本成本 就等于 债券的税前的期望保存率 也就是什么呢 假定债券 将被投资人持有之到期 也就是那个债券的 税前的到期收益率 对吧 这种方法 用到的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重要观念 对吧 公司的税前资本成本 等于投资人的税前的期望保存率 而且 如何计算 债券的税前到期收益率 我们上一章 在介绍债券期望保存率计算的时候呢 已经讲到过 简单回忆一下 假设B公司两年前发行了面值为一千元 期限为五年的长期债券 票面利率呢 是百分之十 那就意味着 票面利息呢 是面值一千元 乘以百分之票面利率应当是一百元 而且注意 是每年 复息一次 那大家记得 既然债券是每年复息一次 意味着是以年 作为 税期 对吧 并且 刚刚支付过上年利息 目前市价呢 是一千一百元 意味着 目前市价一千一百元 这是一个割息之后的市价 其中呢 是不包含上年利息的 好 假设投资者 就是按照目前市价一千一百元 购入B公司债券 并准备呢 把它处置到期 好 那 根据这样的资料 我们 第一 不考虑所得税因素 第二 不考虑这个债券的交易成本 我们来计算一下 B公司 目前上市的 这支长期债券 它的税前的 债务资本成本应当是多少 好 首先判断一下 B公司债券的未来期限 那也就相当是 距离到期的那个剩余期限 有多长 牢牢记住 与债券决策相关的期限 永远是未来期限 假设债券将 一直被投资者的 处置到期 那未来期限怎么算呢 评估基准日 至到期日的 这个时间段 好 本例很清楚 这个债券虽然是五年期 但它是两年前发行 所以说 它的未来期限怎么样呢 还有三年 并且由于是 每年复习一次 以这个年作为记忆期 所以说它的未来期限呢 就等于是三期 那也就是一个三年 好 接下来 我们设该债券的税前 到期税率 在不考虑所调税 也不考虑价位成本情况下 它也就相当来是 该债券的税前 债务成本了 为未知数 RD 然后 另投资于 该债券的净限值等于零 来求解这个折限率 那 列势 年利息 一百元 乘上三年期的年金限制系数 加上面值一千元 乘上三年期的 复利限制系数 再减去 目前的市价一千亿 等于零 接着 采用竹子测试法 能解出来 该债券 当前的这个 税前 到期税率 那也就相当来是B公司 对这支 目前以上市债券的这个 承担的税前 债务成本呢 就是 百分之6.24 这个数字怎么算来的 大家呼吁 善让的知识 我们讲过 再有 我们刚刚看到的例子呢 是假设债券 每年 复息一次 以年 作为复息期 对啊 但如果债券 一年复息多次 怎么计算 这个债务资本成本呢 注意 一般来讲 说到债务资本成本 比如说 税前债务成本 它应当是一个 有效 年利率的形式 那 在债券 一年复息多次的情况下 我们就得分两步 来算这个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一步 先计算 寄息期的 税前到期受率 那我们设为 未知数二例 第二步呢 再把这个寄息期的利率呢 换算成为 有效年利率 比如 假设 前例 B公司 它的债券呢 是每年 复息两次 那就是以半年 作为 继续期 其他条件不变 好 那我们还是 估计 B公司 目前上市的 这个债券 当前的 这个税前 债务资本成本 怎么做呢 我们先计算 它的半年期的 税前到期受率 那设为 未知数二例 还是 另投资于 该债卷的 净限制为零 另方程 那就是 半年期利息 五十元 乘上一个 六期的 年金 限制系数 注意 未来期限 还是三年 对吧 但既然是以半年 为积极期 所以说 这未来三年呢 应当把它视为是 六期 对吧 六个半年嘛 所以说 是半年期利息 五十元 乘上一个 六期的 年金 限制系数 加上面支 一千元 也是乘上一个 六期的 负利 限制系数 折限率呢 是我们要求的 未知数 半年期的 税前 到期受率 好 再减去 当前市价 一千一 等于零 接着 还是诸次测试 那你能 解出来 半年期的 税前 到期受率呢 是 3.15% 怎么算来的 我们擅长 介绍过 大家给它 回顾一下 接下来 我们再把这个 半年期的 税前 到期受率 换算成为一个 有效 年利率 得到就是 税前 爱务资本成本 回公式 一加上 半年期利率 3.15% 括号 二次方 那 就是一年内 要负两次吗 再减一 得到 税前 税前受成本 是6.4% 好 这是 到期受率法 注意它的使用条件 必须是 公司目前 有 正上市交易的 长期债券 那接下来 如果公司 没有上市债券 估计 税前照成本 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 第二种方法呢 叫 可比公司法 也就是 找一个 拥有 可交易 债券的 可比公司 作为 长找物 以这家 可比公司 长期债券的 到期受率呢 作为本公司的 税前的长期 债务资本成本 那这个可比公司 怎么找啊 这个特征 大家记住 以前年度 是考过多选题的 注意关键词 首先 这个可比公司 跟目标公司呢 应当处于 同一行业 这是一个 对吧 注意关键词 行业得一样 其次 得具有 类似的 商业模式 关键词 商业模式 再有 最好两者的 规模 负债比率 就那资本结构 跟操状况呢 也是 类似的 可比公司呢 应当是得 有这么三个特征 其实 完整来看 在可比公司法下 我们找这个 可比公司 它得满足 四个条件 怎么是四个呢 这是三个了 第四个别忘了 其实是最基本条件 你找这个可比公司 它当然 得拥有 目前正上市交易的债券 打这个 细节别糊涂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是一家 传统制造业企业 准备投资 新能源汽车项目 预计期限的是十年 以公司 是一家 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 与该项目 具有类似的 商业模式 规模 负债比率 跟操状况 好 夏立克想中 最适合作为该项目 税前 赵兹本成本的 应当是哪一个 很明显 题目 没提到 假公司 目前有上市的 长期债券 对吧 所以 那个倒计税理法 你是用不了的 但是 提到了一个 仪企业 对吧 它也是做 新能源汽车制造的 跟假公司 怎么样呢 可以被视为是 同一行业 对吧 再有说的很明确了 类似的商业模式规模 负债比擦状况 那就是这两条件也满足 那很清楚了 估计税前照资本成本 应当入到的是可比公司法 怎么入呢 可比公司长期债券的注意 不是票面利率 到期税率 这个观念我们之前也强调过 几乎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衡量债券的收益率的水平 用到的总是 到期税率 不是那个票面利率 好 那么应该选谁呢 应该是选项A吧 以公司刚刚发行的 不就上市交易了吗 十年期债券的 注意 到期税率 百分之六点五 对吧 本期答案呢 应当是选项A 那么如果公司没有上市债券 无法使用到期税率法 也找不到可比公司 也无法采用可比公司法 就需要考虑采用风险调整法 来估计税前债务成本了 并且牢牢记住 采用风险调整法 估计税前债务成本 要求公司必须有信用评级资料 为什么呢 来看公式 其实依据风险调整法 税前债务成本 它非常简单 就是无风险利率 和微风险议价 二者之合 这里的无风险利率 指的是同期限 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 指的是政府债券的到期税率 那政府债券的到期税率 应当怎么估计 我们下一节 讲普通股资本成本估计的时候呢 再去细说 在这里呢 大家先牢牢记住 同期限的概念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马上呢 会大家细讲 那么这里的违约风险一架 指的是企业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所谓信用风险 跟违约风险 是相通的概念 那看到这儿 大家也就能理解了 为什么采用风险调整法 强调公司必须有信用评级资料 因为有了公司的信用评级资料 我们才能够确定 公司的信用风险程度 对吧 继而呢 也才能够确定 公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那具体来说 公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怎么算呢 也不复杂 就是若干 同等信用级别 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的 一个平均值 而这个平均值往往就是算数平均值 比如我们获得了三家 同等信用级别 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那么把这三个信用风险补偿率 加在一块除以三 得到的算数平均值 就是本企业的信用风险补偿率了 那接下来 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又该如何确定呢 应当等于 该公司债券的到期受益率 超过注意还是同期限 长期政府债券 到期受益的差额部分 在这里再次明确 用来衡量债券收益水平的指标 通常是到期受益率 假设债券将被一支持有的到期 而不能是债券的票面利率 几乎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不可能用债券的票面利率 来衡量债券的收益水平 这个观念再次强调 再有这个公司什么思想呢 也不难理解 我们知道 说到这个政府债券 通常被视为是无风险证券 而所谓的无风险 主要是指没有违约风险 而上市公司债券 或多或少都存在违约风险 那就很清楚了 上市公司债券到期受益率 超过同期限 长期政府债券到期受益率的这个差额部分 不就相当于针对上市公司违约风险 或者说信用风险所给予的补偿吗 那么关于风险调整法应用 大家还要务必记住这么两个重要的细节 首先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所谓同等信用级别的公司 注意它不一定符合可比公司条件 别跟我们前面讲到的可比公司法搞混了 应当说我们选择同等信用级别的上市公司 这个范围要比那个可比公司更加宽泛一些 只要信用等级相同就可以 甚至我们都不强调 这个同等信用级别的上市公司 跟我们的目标公司必须处于同一行业 再有更重要的是大家要记住 同期限的概念 历年考试风险调整法考的特别多 而且核心靠点在哪呢 就是同期限的判定 好 那明确什么叫同期限 指的是评估基准日至到期日的未来期限相同 并非是指债券自发行日开始 至到期日为止的整个存续期限相同 为什么呢 这个原理其实我们上一章讲债券估值时候呢 已经强调过 大家知道 无论是债券价值 还是债券的到期受率 它都要决定于债券所能获得的未来限制流量 对吧 那什么是未来限制流量呢 当然指的是未来期限内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 而这个未来期限 假设债券将被持有着到期 它当然指的就是评估基准日开始 至到期日为止的这个期限 对吧 那在这里我们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假设债券被持有着到期 我们这里所讨论到的债券 我们假设是一种普通债券 不是可提前赎回债券 不存在到期之前被提前赎回的可能性 它也并非可转换债券 也不存在到期之前转换成为标的普通股的可能性 那不就意味着 一直至债券到期日为止 债券发行公司始终要承担还本付息义务 对吧 所以我们判定债券的未来期限 应当指的是评估基准日 至债券到期日为止的这个时间段 由此明确 与决策相关的债券期限 当然应该是评估基准日 至到期日的这个未来期限 债券的已流通期限 应当跟决策无关 就跟那个已经发生的历史成本 跟决策无关道理是一样的 好 由此牢牢记住观念词到期日 什么意思呢 对于已经上市的债券来说 到期日相同 我们就认为评估基准日至到期日的这个未来期限 是相同的 也就满足了所谓同期限的这个条件了 好 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体会一下 假设M公司你于2023年2月发行三年期公司债券 好 看到这先做出一个重要的初步判断 我们的评估基准日 就是M公司你发行债券的这个发行日 23年的2月 那到期日是什么时候呀 该债券是三年期 那显然自23年2月开始你往后数三年 这个到期日呢就应该是26年的2月份 好 这个判断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同期限指的什么呢 不就是到期日相同吗 好 接下来M公司收集了三种目前已上市的政府债券的信息 第一只政府债券是21年的12月份发行 24年的12月份到期 发行日至到期日 整个债券存续期限应当是三年 看上去跟M公司你发行债券的期限应当是相同 但大家马上就知道这种判断是不正确的 我们刚刚强调 与决策相关的应当是债券的未来期限 而并非是发行日至到期日为止的全部债券存续期限 而这只债券 它的未来期限是多长呢 那就是评估基准日23年2月至该债券到期日24年12月为止 大家算算应当是22月 而该债券的到期设计率是4% 好 第二只政府债券是20年2月发行 25年2月到期 发行日至到期日的全部债券存续期限5年 而该债券的未来期限呢是两年 到期设计率是4.5% 第三只19年2月发行 26年2月到期 全部债券存续期限是7年 而评估基准日至该债券到期日为止的未来期限是3年 该债券的到期设计率是5% 那接下来大家判断 与M公司你发行债券同期限的长期政府债券应当是哪一只呢 大家应该马上看到 是这一只 也就是19年2月发行 注意 26年2月到期的债券 我们看到 虽然说该债券整个存余期限是7年 但与决策相关的期限不是这个期限 对吧 而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评估基准日23年2月至债券到期日为止 也就是至26年2月为止这个未来期限 对吧 该债券怎么样呢 也是3年 对吧 这不就意味着 跟M公司你发行债券相比 该政府债券就是到期日与期接近的 对吧 继而 该政府债券的未来期限 我们刚刚看到 23年2月到26年2月 跟M公司你发行债券的未来期限是相同的 对吧 所以这支政府债券叫做同期限的长期政府债券 那接下来在风险调整法下 那个无风险利率应当是同期限政府债券的到期受益率 对吧 好 那本例也就应该是这支债券的到期受益率 多少呢 应当是5%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采用风险调整法来估计其债务资本成本 在选择若干以上市公司债券 以确定本公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的时候 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债券啊 大家回忆风险调整法的公式 所谓本公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应当等于若干同等信用级别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的算数平均值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是什么呢 与本公司信用级别相同的债券 对吧 注意 同等信用级别的上市公司并不一定要满足可比公司条件 这个别搞混了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币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计算废题 体会一下风险调整法应用 这个题是大家必须要会做的 历年考试频繁在主关系当中考风险调整法应用 而考的套路跟这个题高度一致 做这个题大家务必得会做 好 看资料 假公司是一家制造业上市公司 拟于2019年末发行十年期债券筹资 好 看到这还是先做出最重要的初步判断 评估基准日是19年末 那就是19年的12月份 对吧 那么该你发行债券的到期日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十年后 那不就是29年的12月份了吗 好 注意 这是假公司你发行债券那个到期日 紧接着 大家就应该能判断出来 我们所谓的同期线的长期政府债券 在这里就应该指的是什么呢 跟假公司你发行债券的到期日相同或接近的长期政府债券 那就是到期日也是29年的12月份左右的那个长期政府债券 这个观念 大家应该能够迅速的树立起来 目前假公司尚无上市债券 到期设立法不能用 也找不到合适的科比公司 科比公司法也不能用 评级机构呢 评定假公司的信用级别呢 是A级 好 有了信用评级资料 意味着可以考虑使用风险调整法 来估计税前的债务成本 目前 上市交易的A级公司债券 及与之到期日接近的政府债券信息注架 好 大家看到 有三支公司债券 给出他们的到期日和到期设计率 以及与这三支公司债券 到期日比较接近的三支政府债券的到期日和到期设计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接着假公司采用风险调整法 来估计你发行债券的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并以此确定该债券的票面利率 注意 这个T的套路 确定的是什么呢 是债券的票面利率 但这个票面利率 就是风险调整法下的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好 要求计算2019年末 A级公司债券的平均信用风险补偿率 并且确定 假公司你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 其实并不难算 我们先计算 这三家A级公司债券的平均信用风险补偿率 很简单 就是这三家公司债券信用风险补偿率的算数平均数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支 以公司债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怎么算呢 就是以公司债券到期设率 5.69% 和到期日 接近的政府债券的到期设率 4.42% 二者之间差额 大家验算一下 应当是1.27% 同龄 丙和丁 这两支债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也是他们的到期设率 和到期日接近的政府债券到期设率 二者差额 分别是1.49% 和1.89% 好 接下来 把这三个信用风险补偿率 加在一起 除以三 得到的那个算数平均值 就相当来是 A级公司债券的 平均信用风险补偿率 大家验算 应当是1.55% 好 接下来 确定假公司 你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 那其实也就是这个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会议公事 在风险调整法下 税前债务资本 就应该等于 同期限 长期政府债券的到期设率 再加上 假公司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那也就是这三家 同等信用级别上市公司的 信用风险补偿率的 算数平均值 好 那接着 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那个重要的判断思路了 同期限 应该是什么相同啊 没错 到期日相同 我们先谈到 假公司 你发现这一段到期日 这了 29年的12月份 那我们看到 这三支政府债券 谁的到期日 跟它最接近呢 这了 29年12月10日 到期的这支政府债券 对吧 到期日 与假公司 你发现债券 相同 那所以 同期限的 长期政府债券的 到期设计率 就应该是 这支政府债券的 到期设计率 5.95% 对吧 好 同期限 长期政府债券的 到期设计率 再加上 企业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就能得到 税前 债务成本 也就是本利的 债券 票面利率 应当是 7.5% 大家可以暂停 再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计算 一份计 这种题 务必会做 历年考的特别多 好 我们来看 第四种方法 财务比率法 注意 它实质上 是风险调整法的 一种延伸应用 是有什么情况呢 公司 没有 上市债券 不能采用 到期收益率法 也找不到 科比公司 也不能用 科比公司法 还没有 信用评级资料 那风险调整法 也不能直接用用 怎么办呢 那就根据 目标公司的 关键 操比率 以及 信用级别 跟关键操比率 之间的 这个关系 来估计 公司的 信用级别 而大家不难理解 估计出来 公司的信用级别之后 接下来的工作 跟风险调整法 就没差别了 不就等于是 间接获得了公司的 信用评级资料了吗 那在这里呢 大家还要务必注意一个 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 财务比率法 你从名称上就 看出来了 它会涉及 财务比率的 计算和应用 而财务比率计算和应用 是我们第二章 介绍过的知识 这不就是 这两章知识点的一个 关联性了吗 那么考试 也就很可能 把第二章的 操比率分析 和本章的这个 税前 债务资本成本估计呢 结合起来 考大家主问题 这个大家 得有心理准备 好 我们再来看 考虑发行费用的 税前 债务资本成本的估计 不难理解 这个发行费用 它只在证券 发行过程当中呢 一次性发生 而证券发行完毕 资金已经垂直到位 它就不可能 再次发生了 所以 我们在计算 资本成本的时候 对发行费用的处理呢 非常简单 怎么考虑 就在 证券发行 所能获得的筹资总额 也就是 发行价格当中 把这一次性 发生的发行费用 扣减掉 就可以了 也就是令 未来本息 现金上的限值 减去 发行价格 与发费用 二者之差 等于零 来修解这个 折卸率 得到的就是 考虑发行费用的 税前债务成本了 好 我们看个例子 体会一下 ABC公司 你发行三十年期债券 面值一千元 票面利率 百分之十 每年 复习一次 那不就意味着 每年要支付 一百元利息吧 面值一千 乘以票面利率 百分之十 再有呢 到期归还本金 平价发行 那发行价格呢 就是面值一千元 而发行费用呢 就是面值的 百分之一 接下来 把有关数据呢 代入公式 就是令 未来本息 现金流量限值 和发行费用 与发行费用 二者之差的 这个差额 等于零 去求解折卸率 好 这一块 是我们看到的 未来本息流量限值 这是利息的 三十年期的年金限值 这是本金 三十年期的 复利限值 加在一起 未来本息 现金流量限值 这块呢 不就相当于 那个发行价格 也就是 面值一千 再减去 相当于 面值百分之一的 发行费用的结果吗 好 接下来工作 还是逐次测试法 大家自己验算 你能够解出来 该债券的税前成本呢 应当是百分之 十点一一 而且 大家要明确这么个观念 事物当中 咱先说过 往往呢 就简化起见 直接按照承诺收益 来计量 债务资本成本 而接下来 如果按照承诺收益 计量 债务资本成本 除非发行成本很大 否则 多数情况下 我们并不需要进行 发行费用的调整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如果按承诺收益 计量债务成本 由于没考虑 违约风险影响 它将会导致 债务成本呢 被高股 别忘了 债务的真实成本 应当是期望收益 而并非承诺收益 而期望收益 是小于或等于 承诺收益的 但是 我们如果不进行 发行费用的调整 换句话讲 不考虑发行成本 怎么样呢 不就等于说 我们在估计 资本成本的时候 少估计了一块 那当然 将会导致 资本成本呢 被低估 那显然 一个高估 一个低估 这二者不就抵消了吗 所以事务当中 我们一方面 按承诺收益 计量债务成本 另外一方面呢 也不进行 发行费用调整 这两种误差 相互抵消 得到的结果 其实 离真实的 债务成本 反而更接近了 那考试怎么办呢 考试时候 计算 债务资本成本 是否考虑 发行费用 你当然要取决于 题目的具体要求 好 我们接下来 讨论 税后 债务资本成本的估计 也就等于什么呢 考虑 利息 抵税效应的影响 公式很简单 税后 债务资本成本 就等于 税前 债务资本成本 乘上一个 一减 所得税 税率 就等于是考虑 那个 利息抵税效应了 而有公式 大家不难发现 只要 所得税 税率 不是零 那肯定 公司的税后 债务成本 就会小于 税前 债务成本 或者说 小于债权人 所要求的 这个 税前 收益率 原因呢 就是利息 抵税效应的 存在 而所谓的 利息抵税效应 实质结果 相当于是政府 以减少 征收税款的方式 替公司支付了 一部分 债务成本 好 咱举个例子 让大家体会一下 怎么叫做 利息抵税 比如 某公司 适用 25%的 企业所得税率 而该公司 给债务人呢 支付了 100块钱的 利息费用 那首先想到 该公司产生了 100块钱的 现金流出 对吧 但由于利息费用 是在税前扣除的 意味着 公司支付 100元 利息费用的同时 应纳税所得额 也少了100块 再称上 所得税25% 意味着 公司怎么样呢 也因此 少交了 25块钱的 所得税吧 好 那完整来看 就意味着 公司给债务人 支付100元 利息 这笔交易 带给公司的 现金净流出 应当 被理解成为 是75块钱 怎么来的呢 就是 利息支出 产生了100元的 现金流出 但由于 利息抵税 对吧 导致 所得税的 现金流出呢 又少了25块 好 那两箱 抵销 得到的 净流出呢 是75块钱 那大家 可以这么去理解了 表面看来 公司 给债务人 是支付了 100块钱的利息 但公司认为 我实际发生的 现金净流出呢 就是75块 那另外的 20块钱 是怎么回事呢 就相当来是 政府 替公司 支付了 当然不是政府 直接掏钱 而是政府呢 让公司 少交了 25块钱的 所得税 以这种方式呢 帮公司 支付了部分 债务成本 那接下来 还需要大家明确 利息 抵税的前提 很好理解 抵税嘛 你从字面就能想到 前提是 你得先交税 对吧 你要交税 才谈得上所谓抵税 因此 利息抵税 前提又是什么呢 公司盈利 应纳税 所得额为正 并且呢 公司 还要承担 所得税的纳税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考虑 利息的抵税效应 好